同言总字是这样慢慢的去理解的 为什么要横顺众生 你跟众生过意不去 其实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 就是随喜 就是功德 横顺众生就是什么 就是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的心境 为什么 他不跟自己做对吗 是不是 不是横顺那个无名 不是横顺那个习气 是横顺佛性 各位不要搞错了 连那个坏事你也随喜 连那个杀人放佛 你在旁边 好啊好 你完蛋了 不能弄错 横顺众生不能搞错方向 横顺清静心 横顺佛性 底下 是不达外境为心 分别心外 时有 有所吸取 戏乃是自身法爱 不达修正 信空 任应儿生爱着 不能舍离 所知两个字 不是障 是被障 障所知自尽 爱 正自尽 所以说知就是我们清静自信 本来是无所不知 但是因为被障住了 就是所知的智慧 被障住了 因此 疏都越多的人 所知障就越重 我是指世间人 不是指邪佛的人 他学习的种种语言文字 邪力越高 有说就越难度 但是一让他转过来就不得了 即能障菩提 顾名所知障 又名理障 能障所正的法 法空之理 能障法空之理 所以前面讲 烦恼障 就是着相 着四相之障 理障是什么呢 对法空 空性的道理 不了解 不了解 一百六十五页 一百六十五页 圆界精云 先除四藏 未断礼藏 但能误入恶圣的境界 如果是 理障 已经涌断灭 折入如来 大圆解海 又二藏 具天台中 所分 烦恼藏 就是 界内的 见尸 就是见尸恶祸 见乃分别所起的祸 分别心所起的祸 思祸 乃是任运所起的 任运就是时时刻刻了 时时刻刻 所之障 就是界外 尸杀 还有无名祸 尸杀 位于 外境不达 违心 欲似生子 碰到事情 就会产生执着 既然是违心 就没有东西可以执了 就没有能锁了 欲似生子 无名 未以所修正 不达 信空 随分其爱 阿难出谷之人 但破我之 分别 我之 巨生 仍在 是尚未 烦恼 障所禅 而所之障 前未解脱 故也 二障 所禅 然障 障 必有所因 良有不知 极常心性 极常心性 极其因也 良有 尘也 就是尘 那么极者就是 不动摇 藏 则是无声灭 此之心性 就是真心实性 具在众生根中 心性 两个字 如果单用一个字 用一个心 或者用一个性 也就是 它是指体 也是指用 也指体 用双肩 指一个心 或者指一个性 单用一个字 单用一个字 就是用心 或者用性 那么就是体 用双肩 那么如果说用两个字 比如说用心性 两个字 那么就是体 用当分 性就是体 心就是用 所以 这个 佛学里面的 有时候一个字 两个字 有时候含义 多少不一样 以灵之 畏之心 以不变 畏之性 曾有 弥此 真心 实性 所以 任彼 妄似 而为 二障 二障 所产 错认 我们心性 为意识性 那么底下 翻开 表解 二十七页 表解 二十七页 右边 右边 二障 一 烦恼障 就是我之 烦恼障 分 以分别 我之 还有 聚身 我之 以分别 我之 底下 出乃是 作意 分别之祸 作意 就是科意的 也就是 后天 对境界的攀岩 不是指在深层的潜意识里面 深层的八四田中 维系意识 不是指这个 是指后天对境界上的执着 作意 分别 五历史 为体 五历史 就是 深见 边见 界起见 界起见 邪见 见或 这个都已经讲过了 看左边 二 聚身 我之 聚身 就是先天性的 人一出生 他就是我之 从小时候 这东西就是我的 到了念书 什么也是为我自己 到了长大 还是为我自己 所以这个我之 是二六十中都存在 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梦 那个我之 还是断不了 还是我 所以这个聚身的我之 这个意识形态 特别的强 我们说一次 说实在话 邪腹的人 要断掉 这个分别我之 寄生物实在 就已经够难了 就更何况那些 完全不惜佛的人 所以碰到的福法 是非常幸运的人 系乃是任运寄生之祸 维系 任运寄生就是 就是随时随地 时时刻刻 五顿死为挺 顿的就是贪 撑 吃 慢 鱼 那么这个聚身我之 就是私货 一 分别我之 就是贱货 二 聚身我之 就是私货 贱 是恶货 又名 四障 是障 人天圣庙是故 还有障 涅槃 障 涅槃就是 怎么样呢 障碍 不生不灭的涅槃 断障 急正故 这句话一般的 看不懂 这要加几个字 你就看得懂 弱 断 烦恼 障 急正 涅槃 故 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要不然这几个字 他写的很少 你还看不懂 障 涅槃 断 障 急正 故 若断 烦恼 障 急正 涅槃 故 就是这个意思 属于 枝木 无名 枝木 无名是对根本 无名 讲的 枝木的意思 就像树木的 树干 还有树枝 树木分 树干 还有树枝 树干 就是根本无名 树枝的话 叫做枝木无名 那枝木无名呢 就比较好断 就是六事所值 六事所值 第二 就看左边 所字杖 唱了法则 这个表格一列 我们就清清楚楚 所字杖 就是法则 一 分别 法则 就是取净 所知 俱身 法则 就是 法爱 所知 分别 法则 就是取净 所知 分别 而起的 法则 出 乃是心外 取净 不达 外境 为心 认为 六根 六成六四 建立的十八戒 都是实在的 而不知道 这些境界 其实都是违心 就称为 分别 法治 那么 具身法治 就是任应而起的 就是 法爱 所知 对法的 贪爱 细的 乃是 自身法爱 自身法爱的意思就是 自己认为自己 很有修行 或者 对某一个法 特别的 喜欢 特别的 找 好 在金刚经里面讲 法上 因舍 何况非法 是不是 法还是要舍离的 不是让你贪着的 法 是借着佛多斯讲的真理 从此案 生死的此案 要让你解脱到彼岸的 法 不是让你执着的 法 是让你还没有误以前 暂时依靠的 如果误了 法法皆空 是乃自身法爱 不达修正 信空 分别法治 就是成杀祸 聚身法治 就是无名祸 无名祸 又名 礼藏 是藏法空固 就看最下面 又名 藏菩提 看最下面 为什么师父一直 一直这样 讲呢 因为 有的人 他一直找不到 一直在哪 一直在门戒边 一直在哪 一直在问 师父念到哪里 所以我一定要重复 讲到哪里 讲到下边的 左面的 右边 是不是 因为一讲到哪里 他就看左边右边 一直在找 干脆我告诉你比较快 看下 最下面的 左边 左边 礼藏者 藏法空里 藏菩提 断藏 即正固 这个要加几个字 若断所之藏 即正菩提固 要不然的话 这几个字实在是看不懂 什么断藏即正固 若断所之藏 即正菩提固 属于根本无名 这根本无名就像树干一样的 那七色所值 那七色所值 七色所值 好 诸位把笔拿起来啊 属之梦无名的 就是二圣人所断 好断 旁边写的 好断啊 属根本无名的 就是菩萨 最后所断的 根本无名的 菩萨所断的 七色所值的 七色所值的 就是分别法治 还有寄生法治 这个就非常困难了 所之藏 所之不是藏 这位看 所之藏 点点点的左边 所之不是藏 被藏 藏所之之 敬 被藏住了 藏什么呢 所之的自敬 本来我们有无量的智慧 却被藏住了 我们本来就是有佛性 本来就是佛 可是被藏住了 藏正之见 往下看 挂福 七色把八色的见分 直为自我 为之法 我之 我们已经讲过了 第七色 以第八意识的 见分为自我 也意思就是 在这个精神 能源的见分上 强加一个我 还有一个法治 就是第七意识的作用 好 看左边 极常性 一样 是看表姐的 极常性 极 就极然 不动 这后边会讲到 这次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